HELLO 各位升级会员以及苹果新闻网的粉丝们 大家好我是麒麟 今天的Videotalk就要来谈谈台湾的观光业 可以说是受到重创 所以政府提出了纾困方案 希望能帮帮这些业者以及员工 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关 我们这次请到的来宾是资深旅游业者李奇悦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我是李奇悦 那我在这个行业工作有较近30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一次跟SARS不一样 SARS没有封国令封城令 SARS只有亚洲比较严重 这次是全球 而且旅行社这个行业是最早就奉令提指接团出团 那我常常我就会跟人家看一下说 我们现在是奉此乞讨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又该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 是我们大家现在面临的一个大挑战 一般旅行社要么做几个生意嘛 卖票 台湾人出国 外国人来台湾 台湾人在台湾玩 好那我简单分析一下我们台湾目前的一个旅游市场 台湾人一年出国呢大概1700万人一次 外国人来台湾大概1100万人次 台湾你在台湾玩呢 大概1亿6千万人次里面大概差不多2000万人次 是透过旅行社旅行团在安排 可是台湾有3000家旅行社加上分公司4000家 所有有做国内旅行的大概不到一成 台湾做最多9成是做台湾人出国 那做外国来台的大概也不到一成 所以说台湾人出国是旅行的最大的命脉 所以我们是最直接 而且是第一时间 如果说现在我们到6月份 疫情能够结束 能够解封能够正常的营运的话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社业者 或是观光产业的业者撑得下去 但是如果拖到9月份 我大概预估有一半只撑不下去 如果拖到年底我可以告诉你 几乎会打货 不要说旅行都会打 连航空公司都会打 为什么 没有一家企业撑得住一整年 都没有任何生意 就这样子拖下去 那政府或是企业能够帮忙怎么做 要稳定就业吧 企业也要稳住 因为母鸡如果也垮了 小鸡也跟着就散了 我们的防疫是启动全世界 属于属于快的 但是呢 我们在防疫之后的纾困经费呢 却是在世界上面的排行比较尾巴的 包括韩国 包括纽西兰 很多国家他们都提供了这个重大疫情的第一排重灾户 就是观光产业 韩国政府提供九成青 然后纽西兰政府呢 提供最低工资的发放 政府有推了一些方式帮忙把人顾好 包括了去售讯 售完讯一个小时 158块 可以领 他可以领120小时 有18960 那这个部分利益上是好的 可是班要开的逐量逐额 另外就是企业怎样就 企业绝对不是靠你一个月发个几万块 企业要靠什么 要靠的是纾困贷款 但是纾困贷款下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银行端的态度 因为银行端他不放手 包括就是纵使这个小额的 100万元以下这种小额的贷款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呢 100万元以下的贷款 应该减便审 不用去负担那么多的这些相关的财务报表 那最后想请教齐悦哥 你预估观光旅游产业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 这个问题 我希望明天 但是我知道不可能是明天 我们当然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因为我看到的确实周遭 很多人过得很辛苦的日子 那总之大家想办法活下去 这是最重要的 把公司也续好 员工生活也续好 我觉得那疫情结束之后 就会有好的反弹 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